好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给大家 就是中张头创客基地 有台中的有南投的这些活动 真的报名很多热门的课程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呢你可以自己关注一下 那回到我们的简报这边来 我先把我们今天简报档案给大家 好那各位呢你打开看看 看能不能正常连进来好不好 好如果你已经有 打开简报的帮我抓个 拍拍手好了 OKOKOK好看起来应该大多数的都有了 不好意思今天简报也是AI做的 要讲这个课单也是用AI嘛对不对 好OK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我想各位说真的 ChipGPT这个名词现在要不知道好像也很难 因为在你的生活周遭 好不管你是看电视也好 听广播也好看网络新闻 好手机上的社群一堆一堆 所以你不想找他他也会找到你 那你不想应用他很抱歉 以后你有被他应用到 所以我们今天主轴在这个AI的部分 其实ChipG只是其中一个 当然我们还是会以他为主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其他其他的部分 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于AI的整个发展历程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想你在网络上找一下这个维基法科 你可以看到很多 那首先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东西叫做图灵测试或听过 有没有有同学有听过或者用过的 有对我跟你讲 就算你觉得这个名词很陌生 你看一下我右手边的这个 请问有没有常常被问你是不是机器人 对不对 那个就是图灵测试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的AI它在1950年左右 那就有人提出来 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概念 那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到 电脑对于我们人类的所看到的东西 听到的东西 对于知识的这些我们讲的自然语言的理解 绝对没有现在那么厉害 所以那时候只有很单纯的01 01这样的资料 所以他认为机器人其实他是看不懂这个的 所以他就问你说你的红绿灯是哪一个 那这种的他分辨不出来 所以他就用这个去考你 这样你了解了 那你现在在AI能够辨识图像之下 其实这些你就知道已经没有用了 那么包括你看我们常常老实讲 事实上最容易被考导的就是这一种 常常要我们看里面是什么文字 或里面什么图对不对 这个我跟你讲 考导最多的是人不是机器啊 哈哈哈哈 因为看不懂 因为他YC扭发的 对不对 好那所以说 现在这个机制已经会慢慢的退场了 那再来就是AI这个名词啊 其实是从1956年开始 开始产生了这个 这样的一个名词出来 但是其实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以 你看他后来70年代啦 甚至是把我们所看到的一直到我们前几年 你会发现其实主要都是什么 计算能力啦 还有他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数据对不对 这些呢 收集资料的能力 还有处理资料能 运算的能力 实际上都不够 那所以老实说 在以前要变成所谓的专家系统 事实上是很难的 可是呢就因为我们现在怎么样 技术 软硬体 感觉起来都到位了 所以现在要发展这个就变得 好像顺水推舟 自然而然就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了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到了 最近这几年 你可以发现 这个AI的技术 感觉起来就是除非猛进啊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不出门嘛 所以呢 虽然疫情带来的麻烦 但是好像AI这一块就是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那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比较清楚看到的最近这几年 第一个就是在图像的辨识部分 那有上过我课的同学可能都会知道 我常常会介绍一些云端的去备 去除影像的这个云端服务 我至少已经用了四五年了 所以呢 AI其实最早就是从认识我们人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荧幕上呢 或者是自然界上的这些东西 那第二个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在语音识别 诶这一块在哪时候你会比较有印象 在那个前两年东京奥运的时候 那时候呢 你会发现他们要进入这些 就是这些选手要进入日本 他们也不用再找翻译了 为什么 他会给他一台那个 就好像这个翻译机一样的 你用打的用讲的 然后他就用日文直接讲出来 所以他就可以去辨识我们人类所讲的话 像这样子 那么像另外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有Google的语音转文字 对不对 然后呢 可能有很多人用过剪印 剪印他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呢 点击功能相对比较弱 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功能 大家超喜欢 就是什么 影片里面的语音 我就直接帮你转换成文字 产生所谓的字幕 因为这个部分解决了很多人的痛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他们所用的就是机械式的翻译 我们讲说这个Google也好 或者简印也好 他们用的都是机械式的翻译 跟我们现在用ChipGT这种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哦 但是他的正确度 尤其是我们一般讲所谓口语化的这种表达的内容 他的正确率应该都有八九成以上 那再来就是到我们最近这两三年 大家尤其今年 大家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ChipGT 那他是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做处理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在语音辨识这边 我们刚刚讲机械式的辨识 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这句话 那机械式的辨识呢 他会往前一句 去依据怎么样 前一句的内容 那我再去重新修正我后面这一句的正确 是不是有正确 那这样子呢 已经可以提高他的正确率了 但是我们的ChipGT它不是这样子哦 他不只一句哦 他是前面好几段甚至更长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整体提高他整体的那个 就是语言表达的正确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 电视新闻也好 或者你看到的这些 他所产生的画面 或者你真正实际用的时候 他就是好像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直接打出来 那就是因为他在打下一个字的时候 就会去侦测 我前一个字 在前几个字甚至前几段话 讲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他就开始生成后面的这些文字出来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其实说真的老师 后来我在大概这两三个月啦 就是我的那个上课录影片 我又重新开始 帮我的影片加上字幕了 其实以前我也干过这种事情 大概两三年前 那时候就是Google语音辨识推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哦 我大概持续的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上课的每一段上课录影片 我都会上传到云端运碟 而且会帮大家把每段影片的那个字幕产生好 再对应回去 可是呢后来为什么没有做的 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机械式的 好等一下等一下 好过头的过头的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机械式的这个部分 因为呢 他虽然在口语化的部分 其实正确度是蛮高的 但是很可惜的 他如果对于就是我们有专有名词 因为我们上课一定会讲到一些专有名词 那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是中文 可能是英文 对不对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能会有中英夹杂的这种情形发生 那我们机械式的翻译对于这一种 他的准确度就会降低很多 甚至就给他非常的惨 所以后来我不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 糟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这个内容 通通不是正确的 那我给你字幕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后来我就不做了 但是我用了chip GT之后 我就发现好可怕 他的正确率都超过九成 甚至到达99% 可能只做中间几个字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样对 就是不管你是第一次看或是重复看 做复习也好 这样的学习上相对来讲真的就有帮助 因为我相信各位可以很清楚知道 影片 如果你真的就是对这个领域 我特别相对比较不熟悉的话 有字幕的话确实对我们学习是有蛮大帮助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另外AI的发展里面有一个我想 各位应该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所谓的阿发购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AI 虽然他只会下围棋 但是他打败了人类 好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好 那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后 那我们就准备来看后面 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先去看看